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说 为什么机械表会常常时间不准呢 大家都会以为可能是坏掉啊故障啊 其实它有很多原因 机械表受到地吸引力影响 或是摩擦力影响都一定会有误差 那只要每日误差在60秒以内都是算正常的 也许你会觉得很麻烦 但是不管几十万到几千块的机械表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只是越贵的表款 它的误差可能就会稍微少一点 那我们来说一下 如果是一天超过60秒的误差 那它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它受持了 什么是受持呢 就是如果机械在正常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不稳定 或时间差很多 那就要来考虑一下 手表是不是受到磁力的影响 因为金属的部分在磁力的环境下会受持 最容易受到磁力影响的就是油丝 油丝如果它手表里面的油丝如果受到磁力影响后 它就会互相吸引产生吸力 就会导致时间不准 那磁力呢就是像你可能太靠近3C产品 或者你跟手机放得太近 或者跟电视跟电脑都有可能会受持 那这时候呢如果手表真的是受持的话 你可以去买一个 退磁器 借着在网路上购买大概一两百块就买得到了 但你也可以拿去给专业表行 请师傅处理 但如果你怀疑是受持的话 先花一两百块回来 就是自己测试一下 会比较划算 因为这种精密的机械表 如果送表行 就算没有维修的话 只是检查也是要一笔费用 那如果不是受持的话 还有可能是撞击或震动 因为同样的情况啊 如果不是不经意受到撞击跟震动 外部的撞击震动 通常也是瞬间或短暂的 就是像你带着运动的话 力道太大 突然这样就很像 一瞬间的撞击跟震动 都有可能导致它 油丝就是变形 所以就有可能 所以我们都会不建议 机械表去带着运动 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油丝的断裂或变形 这样子就会影响它的时间的准度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温度 现在就是 常常出国啊或什么的 它的温度落差其实很大 就是有时候可能二十几度 有时候可能负凌下几度 所以当你温度不一样的时候 也很容易造成手表出现误差 所以呢 如果你正常佩戴不太明显 但一旦在环境中放置几个小时 就会很明显看到它的误差很大的话 那就是温度的关系 其实一款好的手表都会在工艺上 精益求精 力求将各种不利的因素影响减少 让大家佩戴 但是再精细的手表也需要使用着爱护 跟正确的使用 如果你要戴机械表呢 就是建议尽量避免有磁力的地方 让它受持 那也尽量避免运动 去让它撞击或短暂的震动 然后温度的部分也是要考量一下 就是你可能不要让它突然温度落差太大 这样才能好好的保养机械表 如果你常常带着它运动 或者是甚至跟手机啊 3C产品放太紧啊 这些都会导致它一天误差超过60秒 那以上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机械表 大家都会觉得常常不准的原因 因为它一天 就算误差最大60秒 你看一天60秒 它一个礼拜 就420秒了 其实它一个月下来 误差就算蛮大的 如果都不是在那些条件的情况下 它正常的误差 其实就蛮大了 所以你要购买机械表 就是要有心理准备 它的误差一定就是比食音表还大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也欢迎帮我们按赞加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下次我们有新的影片 才会收到通知 拜拜